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TikTok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我算是觀眾的玩具 他們要我做什麼我就去幹 大力 因為好玩 一直丟… 有一次我在他的直播間 聽到禮物聲音 都是全程直播的 播177個小時 連睡覺都還直播 最高金額 86萬 刷五多禮物給我的大師 一天刷10顆給我 那都是罪翁之翼不在酒 大多要求我下播之後 造三餐都要跟他報備 沒報備他會生氣嗎 會 例如別的玩家有丟 有什麼大禮物 他就打電話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對 知識空之光 實在受不了 我想說老娘不賺你的錢 我真的很快得憂鬱症 妳單月到90可能她就OK 來… Let's go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歡迎收看賺錢的方法 白白種除了在線下作業之外 現在在線上也可以直播賺錢 應運而生 對不對 沒錯 加上疫情的關係 然後現在這個網路世界 因為它是互動雙向的 有一點點要取代電視的感覺 有點恐怖喔 對 我們現在這個已經居安思危了 要想辦法了 在這個位置隨時 我們都會變成直播主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你就已經是直播主啦 你不是說你是淘寶一哥嗎 你看我看他們幾年 七年對不對 又凱最久七年對不對 對 七年 我在中國大陸早就做直播了 你看早就知道 在疫情更值錢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 我們在電視上混得好好的 幹嘛去賺這種小錢 你講這樣 你現在不是賺得很開心 真磷… 對…五年了 面目真磷 人家是賣情趣用品 性感睡衣 所以這個厲害… 又凱是賣 又凱是球鞋還有服飾 對 就男生那個買衣服的 一定看起來就不是賣美妝的啦 奇怪耶 是說定他是很棒的 前後啊 中國大陸賣美妝的是男生 李佳琪 對不對 對 男生 然後又又又又這樣子 他口紅喔 口紅一哥 竟然可以賣兩億條 超扯的啦 太離譜了 好扯喔 遊記 遊記 一年兩個月 娛樂 你是做漁波啦 賣… 賣賣 賣賞球啦 賣光球啦 表演型的 跳舞啊 冒險挑戰 對 可能是要收人家賣賣的啦 對 收人家賣賣的啦 這都一定是 這邊是收費用的 這難度很高 因為女生機會比較大 就我也還是有點資色的啊 我知道 你不要 好 我們要跳過你囉 你不要… 你不要自我催眠到這種地步好不好 有啦 他說要騙觀眾之前要先騙過自己 OK…這對的 這還是語琴 憲哥好 妳是漁波 對 我也是漁樂 然後就是聊天 抖音 抖音裡面 然後人家會 給送禮物啦 什麼這些 對…我是賣腿的 賣腿 腿很漂亮 很一定要的啦 所以妳直播只拍腿是嗎 沒有 這是會沒事的 怎麼那麼好啊 對 還不用笑耶 分摸一摸就好 靠耐欣姐姐來囉 歡迎 哈囉 新年快祝加粉 沒錯 直播五年的經歷 主要就是帶貨 賣東西 我之前是做帶貨直播比較多 然後現在在台灣我不帶貨 我基本上教人家帶貨 這也是另外一招 眼而憂 折導 對不對 這不一樣 大根妳來幹嘛 基本上我就是看這邊有個位子 我就坐了 對 謝謝妳來 沒有 因為正式在TikTok 大概一年的時間 TikTok頂流一哥好嗎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他現在太可怕了 你沒有看到他的時間 他全在TikTok播 真的 你早上看到他播 晚上看到他播 清晨看到他播 你就不要說大根今天播幾點 你就問大根今天幾點沒播 而且就是聊天 唱歌 表演 其實基本上 因為我也在TikTok嘛 他就是一樣的表演內容 只是換了一個平台去做表演 是… OK 更直接嘛 因為錢更多 底下他也寫了一個創下 這個最高金額 我們要感受一下好不好 這個產業我們不了解對不對 真的好難想像 我們先看看大根的 好 這是一年的單日17萬 17萬 哪有那麼多 應該因為他有抽成嘛 扣完抽成是十幾萬 意思是他應該是30幾萬對不對 收到30幾萬 對… 你在裡面幹嘛 其實我在裡面很像主持人 他可以連線 我們可以四個人在上面做互動 了解… 所以你就不會無聊 因為主播們互相是可以聊天 做遊戲的 不用你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寵啦 對 所以他有時候一眨眼 一個時間一下就過去 TikTok真的是 為直播而生那個平台 怎麼說呢 它有很多設計是 幫助觀眾可以打賞禮物的 譬如說他剛剛說叫PK 意思是說我們兩個人連線 比誰的人氣高 誰的禮物多 我們還可以四個人PK 中國大陣那叫連麥啦 連麥 對… 連線播出就是了 老師呢 但日1200塊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就是辛苦錢 當天的可能是50幾樣商品 一個業績總和 累積 我們那個叫做混播 混播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空中的 一個超級市場 所以我裡面可能有吃喝玩樂 甚至是虛擬的像旅遊 醫美的療程都可以賣 所以有這麼多樣商品 所以他辛苦在 你得要五六十樣 甚至上百樣商品 都要耳熟能詳 對… 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這個因為中國大陸未納大嘛 對不對 對 他這個十級人口 人家台灣播 台灣才兩三千萬而已對不對 看看他們的成績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性感睡衣跟情趣用品 一天的金額是 單月三百萬 很紮實 很紮實 妳會現場穿嗎 對 我會現場穿我們家的 性感類睡衣 會在螢幕前面換嗎 當然不會 不會啦 這樣會被BAN掉 會被淨播啊 他問這個不是色培 不是色培 不是色培 中國大陸都會現場換 真的嗎 對 他賣衣服 他當然會遮遮掩掩掩吧 沒有… 不是 賣衣服好不好 這一個真的很不錯 然後裡面還在講 這裡隔了一個皮 對 裡面就換了 所以出來 這個再拉拉怎麼樣 你看像他這釦子 很多細節 營銷可怕耶 對 你賣什麼東西啊 我是賣飛機杯 按摩棒 還有一些潤滑 妳會現場試用嗎 很多觀眾都會要我現場試用 然後我可能就會拿香蕉或是水示範 又開始這個厲害喔 球鞋服飾應該是很大宗了啦 我前幾天才跟他一起直播而已 對… 半個小時 900萬 半個小時喔 很多人在廣告上看到他在賣牛仔褲 還是我都會看到 前幾個創架最新的紀錄 我們一檔直播4500多萬 厲害了 賣什麼 跑到韓國去賣 把台灣的發樂儀帶去韓國賣 賣喔 他們也需要 現在這個直播主委不安於事 這邊賣賣 那邊賣賣 到處亂跑 本來就網路無憾佛界 對 賣得更好 不是場景的問題 而是比如說我到歐洲的 它的那個Outlet裡面 對 去當地賣奢侈品 這個才有辦法創下4 5萬 而且要跟著趨勢走 就是有時候只關在 對 原本的直播間 業績沒有辦法再 你會不會賣到仿冒品 像你身上這一件 我就要估計沒有出這個 不會啦 這個有出 這是舊款 舊款 舊款… 還好他們都不會啦 這個已經很像了吧 這是我看到性的耶 多口而出啊 這已經3A了耶 對啊 這也花了我4千塊 各位 戀家子的 什麼都沒有 我就靠我在這樣霹靂霸霸霸 一個人就在那邊搞 腰子 冒險 來 遊記 單日 20萬 我們是同事的概念 腰子在TikTok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怎麼說 他是自虐型主播 怎麼說 就是暴力型的 你跟大家說到底講 我算是觀眾的玩具 真的 對 他們指定 因為我的禮物是比較 要你做什麼 對 我的禮物比較有代償性 就是他們要我做什麼 我就去幹什麼 OK 但是當然是不傷害身體啦 不違法的 對 但是你曾經做過什麼事情呢 白天收禮物 下午就去小流球跳海 然後也有去跳過愛河 跳海 跳愛河 他叫你跳愛河 然後也跳過碧壇 然後也去過鹽水風泡 還有說是那種 還有那種跑那個 Netflix裡面就有一個劇就在演說 這個叫致命直播 致命直播 他要你幹嘛 要你幹嘛 就做一些越怪的 然後他累積金額越多 完成錢就拿走 腰子的直播是有一種魔力的 就是說他是因為他有用程式連動 也就是說他送一個禮物 音樂自己會想 他會比方說我送一個禮物 音樂一想他就要去跳健康步道 然後他就要在後面跳一支舞 所以大家就因為好玩 有魔力就一直丟… 會掉錢你知道嗎 即將直播間一直丟掉錢 有一次我在他的直播間 因為是可以掛在他復播上 然後已經凌晨 清晨囉 然後不小心睡著了 然後就聽到禮物聲音 我起床 下午他在玩海盜船 他已經在海盜船上了 那都是全程直播的 全程直播的 立文有錢師大爺 控制狂粉絲TiOMER 最高金額86萬 刷很多禮物給我的大哥 一天刷10顆給我 他根本是罪翁之翼不在酒 他都要求我下播之後 照三餐都要跟他報備 每一報備他會生氣嗎 會 例如給了玩家有丟大禮物 他就打丟他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對…失事控制光 實在受不了 我想說老娘不是賺你的錢嗎 我真的快得憂證 妳單月到90可能他就OK 他在路上 打丟他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聽到禮物聲音 我起床 下午他在玩海盜船 他已經在海盜船上 那都是全程直播的 全程直播的 就是沒有斷播的 不過像比如說 他們會要我那個連續播加班的 我都播一百七幾個小時 連睡覺都還知道 天啊… 就是會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所以他那個金額應該謙虛了 他應該沒有打他實際上講出來 他只是挑一個比較平常的日子 跟我們分享 沒有… 一般大概20萬這樣子 那個是最高…來說是這樣 他一定有到你心目中的標準 你才會願意這樣做啊 其實應該是我比較親民就是 就是我沒有 我不是那麼說 你一定要那個要給我很多 我才去幹這樣的事情 地球上竟然有靠帳賺錢了耶 對啊 對不對 雨晴呢 來 看看妳 來 雨晴 我們來看一下妳的 最高金額 單月86萬 86萬 對 因為剛好就是那個月 就是碰到有幾個是 下午 刷很多禮物給我的大哥 其中有一個是 我還記得是新加坡大哥喔 然後他剛開始認識我 第一天就刷禮物 然後可能就大概1萬5台幣的 對 然後第二天刷兩個 第三天刷五個 後面就可能一天刷10顆給我這樣 1萬5 那會不會是罪翁之翼不再久 我這樣刷給妳 難道妳不能回饋一點嗎 對啊 後來他就回刷了兩顆給他 不是那個 然後喊了一句 二頭 人家就擺明了對不對 我刷這麼多錢給妳 沾都沒沾到邊 可能嗎 對啊 他就是 對不對 人家收了1千2百萬 他犧牲多大 對啊 他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出貨 抖1千2百萬的 神器出貨 就是國倫老師 你有沒有看到 來熱手的 喉嚨要演到 對啊 因為他都要求我下播之後 就例如我要去哪喔 我今天幹嘛 去吃飯 吃了什麼 都要跟他講 這樣這不是等於是準男友 不是 然後他都跟我說 他說他把我當親妹妹 他是我的哥哥 我必須要跟哥哥講這一些 如果你沒報備他會生氣嗎 會 例如別的 就是例如別的玩家 有丟那個大禮物給我 我沒有跟他講 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還在直播 那個人是誰 對 他說 到底是誰丟大禮物給你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然後心想 他是控制狂 對… 然後他還會故意就是製造一些 例如說某個女主播有講你壞話 說你是什麼騙愛情大哥 類似那種 讓我們就是爭風吃醋之類的 天啊 對…就是他就是想要讓我 跟其他主播吵起來這樣子 他想霸佔妳啦 沒錯 霸佔妳 有一點那個意思 我覺得他情緒勒索太嚴重了 後面我實在受不了 我想說 對…不要再給他勒索了 如果數字給得好是可以忍耐 但是我覺得我快要那個 他就受不了啊 我真的快得憂鬱症了 妳單月到90可能他就OK了 沒有問題 他為什麼不積點配合一下 像個成為直播組感覺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門檻 你知道願意開工 現在就開始 是 慢慢會進步嘛 來 妳是什麼狀態下 我其實身邊認識非常多 很多的直播主 他們會開始這條路 一定都是被逼的 譬如說有很多 你現在看到那種 帶貨的天王天后 當年曾經都有一路的欠債史 或者是被人家逼著走 我這樣說吧 人如果 新加坡王磊 欠下巨大的賭佔 直播一年竟然全部還完 還買房子 這麼厲害喔 是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在一個圈層裡面 你還過得很滋潤的時候 你真的想要開創新局 而且要很辛苦的時候 人是不常這樣做的 我當年會開始直播 真的是去疫情 當時我在大陸的很多節目 都停了 然後戲也都停了 所以就不拍戲 也不開節目的時候 所有藝人都在家裡等通告 就很驚慌 當時節目組就說 男欣姐 我們改做直播吧 我們只有直播 現在不受到空間的阻隔 然後直播 然後我就飛過去了 然後一再一飛到那兒 先隔離21天 然後就在那個飯店的房間裡面隔離 而且是你到夫妻還得分開隔喔 所以他們牆上都會挖一個洞 沒有 對 那個大小因人而異 沒有… 沒有啦 一個洞才能對 妳好嗎 妳那邊OK嘛 我們不需要挖洞 我們直接開直播就可以對答 所以我們當時就想說 對喔 我們怎麼會ㄎㄧㄤ啊 為了要知道自己不是這世界上 孤零零的唯一一個人 我就乾脆提早開播 所以我在那個飯店房間裡 就開始開播 第一場開播我還記得 真的是你知道風雨飄搖 飯店很昏煌 然後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手機架著杯子 然後打著那個台燈就播了 然後莫齒難忘 在線的人數 你知道大陸市場很大對不對 來不來就是幾萬人在線 幾十萬人在線 我播了三天 在線人數都是15人 然後15個 親戚都不止耶 對 他們播了三小時 然後後來我們節目組 非常積極的把貨給我送來了 送到門口我就開始在裡面賣面膜 然後賣保養品 然後一個人這個從頭說到尾 自說自話 自己卸妝 自己補妝 然後自己試用 自己做實驗 忙了半天 然後我的第一場直播帶貨的業績 是15萬台幣 那也不錯耶 在大陸算不好 因為你知道他們隨便 都是賣幾百萬幾千萬 可是你知道我剛開始 就覺得很挫折 因為我在台灣也是站購物台的 我在台灣也覺得自己挺會賣貨的 大概一場幾百萬業績 也是常常在創造 然後我說怎麼都沒有人看我 然後才賣了15萬 然後我就很難過 後來我轉念一想 停地起 才15個人買了15萬 這個轉化率算很高的耶 姐今天15個人賣15萬 萬一你給我150個人 1500人或者15萬人呢 中國大陸幾乎太大 幾乎太大 然後後來我就這樣播 黃個人說 今天幾個人 我說今天有30個人相對高峰 你們不是都用視訊對話嗎 為什麼要Go… 受不了了吧 劇情嘛 這是一個成績的分析 對… 這樣比較有Feel 有Feel… OK 我完全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未來做直播 你在線人數不高的時候 你不要有這種迷思跟傷心 因為重點不在在線多少人 是轉換率 是多少人買貨了 也對喔 多少人看你 還有多少人回購 結果你跟那個國倫老師 兩個人吵架竟然是 直播的高峰 全網爆紅 我記得耶 你們記得喔 我記得我有看啦 那太好看了吧 我都在看你們怎麼在吵架 因為直播帶貨 其實你不要誤會我們是在賣貨 在座的各位 帶貨天王們 都應該有跟我同樣的認知 大家要的是情緒價值 也就是說 當我今天賣了幾十樣東西 對 我賣珠寶 肯定不是賣珠寶 賣的是你把這個珠寶帶出去 人家就知道你老公很愛你 但是我沒有想到 原來根本不用賣東西 只要跟老公吵架就會有業績 就有那個收視率 所以你們那一次到底是怎麼夢 以前都在台上吵起來的 平常我的 我的帶貨本來就很多 是在跟觀眾聊天 在聊情感 聊話題 然後大家是 才留在這兒買貨 打開話夾只是聊不完 然後我就可以跟大家聊 女人要自強 然後不要讓男人怎麼樣…欺負你 你要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好 那天我跟黃國仁 各開了一個直播間 你知道我們家黃國仁的直播 是被我訓練出來的 因為本來他是不直播的 他覺得他是音樂大師 可是因為我在大陸播了兩年600場 每天6小時 最後我嗓子就啞了兩年 我是在完全發不出聲音來 然後已經播到上吐下瀉的時候 黃國仁終於忍不住 他說我帶你搬 他就帶我搬 真是謝囉 他就開始了 上吐下瀉才說好吧 我來帶個搬 這樣不OK對不對 現在才說 打妹耶 但因為我賣的都是 像女性的產品 譬如說有女性的衛生棉 內褲什麼 叫黃國仁賣 確實他要掙扎一段時間 後來實在沒辦法 他就上線賣 我跟你講他賣 女性衛生棉跟內褲 賣得不比我差喔 他賣的業績比我還好 現場試穿 他一邊唱歌一邊賣 他就開始跟我各開一個直播間 然後那天我們是在TikTok 剛剛起步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剛在TikTok 開了新的號 然後我們要比誰在今天晚上 最先破萬粉絲 好 我們就各自努力 開了幾個小時 我就跟我的粉絲聊情感 還教他們怎麼直播 怎麼在自媒體運營 然後黃國仁做什麼我不知道 但反正我播著… 我覺得我已經很累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連麥 她說老婆 我破萬了 我想說OK 恭喜妳 就說我破萬了 然後他就說他怎麼破的 他說他用了傳送門 有人給他傳送門 傳送門的意思就是 會把別人的這個直播間的粉絲 傳送給你 會進來很多的老外 幫妳徵服 黃國仁就開始用英文跟他們拉票 請讓我贏我老婆怎樣怎樣 然後老外就很同情他 他就加了很多的老外粉 然後他就破萬了 然後講到這裡都還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替他排排手 身為一個支書打理 又挺老公的老婆 我覺得妳很棒 他接下來就沒有完的喔 他的炫耀 說他破萬如何如何 然後最後他就說 他就我告訴你 我們好辛苦的 像我們這樣的男人喔 我們要破萬很辛苦 我還要落英文 不像你們長得漂亮的女生 妳就等於是間接在稱讚自己 我當時 生氣的跟他說 我也不想只當花瓶啊 我這麼漂亮很煩耶 我很氣 我當時因為真的很累了 我已經累到那種我覺得 好像有氣到哭了 我跟你講 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那個保險是斷了 你不能因為你很努力的 覺得我們不努力 我整個晚上都來跟粉絲 講話講不停的 教他們怎麼樣做情感 怎麼樣做那個 然後他就說我是輕輕鬆鬆 我當場可能也會累了 就飆了 我說黃國仁 妳這個沙文主義 妳就以為我們女人 就在靠我外貌賺錢嗎 妳怎麼知道我不努力 我哪有妳不努力 妳會英文 妳以為姐也不會英文喔 那個寇小姐 我們現在不是直播 對… 妳跟我一個人全講完 對…妳可以跟我們互動… 粉絲騷擾老師日常 嚇到連出門都會怕 每天收到20張 升職器官的照片 各國的通通有 妳難道沒有覺得 我有一點面熟嗎 我有一點面熟嗎 對啊 妳跟自己也都很長很像 那整個是騷擾 可能大家覺得我賣的這個東西 就覺得我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常常會有資訊說 你覺得我大不大 甚至那時候會打那種陌生電話來 就做到這個心理壓力有點大 不太快出門 佑凱就不會遇到這個困擾 不要這樣 小姐 我們現在不是直播 對… 妳不用一個人全講完 對…妳可以跟我們互動… 結果後來我就氣了 然後就哭了 兩個就大吵 然後收視率就砰砰砰砰標 大根有沒有難忘的直播經驗 其實我最早進入直播 是幾年前疫情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跟大天 他們有一個在Instagram四個人 憲哥要來當過我們的那個嘉賓 露天 奶奶 寧根 那個時候養成這個直播的這種 氛圍感 然後就覺得很懷念 後來是去年 我覺得因為最終還是要往新媒體 去靠攏 現在新媒體落在TikTok嘛 TikTok剛好又有一個直播的市場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就是趕快加入 所以就發現說裡面有非常多 很有趣的事情在裡面發生 因為你是最直接的跟觀眾互動 然後你可以知道說 觀眾喜歡你在哪裡 我最大的開心是因為 以前沒有通告的時候 你就在家等 可是現在這是一分跟有一分收穫 你要賺錢你就開播 乖乖的一步一腳印 一年下來 因為我以前對傳統直播印象 其實可能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談戀愛或幹嘛 後來想想說我多慮了 還想要組CP 想組就組不了你知道嗎 對… 不會有人對你情緒勒索 其實還是會的 我一年來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至少遇過五個以上 說他憂鬱症本來要想不開要離開 可是看了我的直播開心 所以陪伴我 後來也在我的直播間 升等升得很高 你長張都能活下去 他沒有理由要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 你看到我已經 你光看到我就是最大的鼓勵 為什麼平台會偵測到說 你要自殺 他是AI偵測 什麼意思 我們在PK的時候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知道 我只是說 什麼意思覺得他要自殺 他偵測 他覺得他這個臉 就長得要死要活 不是啦 不是 是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就我們在連線PK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這一把來玩一個 輸的做什麼樣的懲罰 所以就跟一個主播說 輸的我們把垃圾袋套在頭上 然後傳出去 也就是我們去連下一個 主播的時候 我再跟你玩 如果我輸了 我輸的話我再套一個 你輸的我傳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那個AI偵測就跳出來說 你疑似有自殺傾向 然後… 對 因為塑膠袋套頭就恐怖嘛 聽聽他們的直播間 踏入直播圈的奇蹟為什麼呢 其實我當初就原本就是模特兒 會踏入直播圈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老了 年紀大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還能做什麼 然後剛好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穿性感內睡衣 妳看起來也沒幾歲啊 有啦 我自己很喜歡性感內睡衣 我就想說 每次穿的時候 我朋友都會來問我說哪邊買的 要不要可不可以賣一套 我就想 也許我在看這一塊很有眼光 我就來做這個好了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在直播上 就是戴四 五套穿在身上介紹 講話很實在耶 對 然後溫溫柔柔的 一個女人講說我是一個模特兒 然後我已經老了 對 我真的老了 不會…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介紹 其實一開始就有四五百個人來看 但是我一天播一個小時 業績就是一兩百塊 就只有人買個一件兩件 我就很挫折 然後朋友就跟我說 可能是妳的款式不夠多 妳要不要增加款式 到中小路 東路旁邊 去擺多兩百 批貨 一次批了10件 20件 然後就在我的直播間上 就開始有點那種 維多莉亞秘密這種走秀 性感追秀 對… 直接穿在身上 妖嬌啊 我一直以為這樣子 等一下比那個連結妳再給我 好 我的製作單位 對啊 看一下嘛 真的耶 我就想說我這麼犧牲的業績 應該會變好 確實當下看的人 就變成一兩千人 可是業績一樣差 大家都是來白嫖 白嫖妳就說啦 然後後來是剛好就廠商看到 就說那妳要不要賣 我們家的情趣用品 有廠商支援 對 竟然都是男生在看嘛 與其讓你們白嫖 所以後來我的直播 就變成維多莉亞的咪咪秀 這樣走一走 轉身 妳看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她的一個 記憶改變 而且她講得很穩定 忍不住就被吸收過去 每天竟然可以收到20張 升職器官的照片 長達一年 都是同一條嗎 都是不同的 而且世界各地各國的通通有 世界各地都有 對 世界各國的都有 妳難道沒有覺得 妳難道沒有覺得 她為什麼會覺得面熟呢 對啊 你們長很像嗎 妳應該認不出來吧 妳跟自己的這樣長很像喔 那整個是騷擾 妳這個平台變成不是來買貨 是來騷擾的 對 因為可能大家覺得 我賣的這個東西 就覺得我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就常常會有那種私訊說 妳覺得我大不大 妳覺得我要用什麼的產品 或是妳覺得我這樣可以跟你適用嗎 妳每天就是要應付這些 就我覺得很累 然後甚至那時候會 粉專都會打那種陌生電話來 長達一年的時間 我都不敢接這些有的沒有的電話 對 那時候就做到 這心理壓力有點大 就甚至不太敢出門 就是出門就擔心說 這些人看到我會不會知道 我去直播賣的 對 而且是露臉的 對 人家認得你 像佑凱就不會遇到這個困擾 不要這樣 對 佑凱有其他的困擾好不好 妳為什麼…走到這個 直播圈 我七年前應該算是直播 比較盛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抓住商機 因為我想要多賺一點錢 改變自己的生活 再加上我可能很喜歡表演 可是以前沒有機會上電視節目 我就手機拿出來直播 我就想說那我試看看 就邊直播 邊賺錢 邊表演 第一場直播我做三四個小時 我就賺 然後我就覺得可行喔 因為我剛好踏入商機 我要好好把握機會 你是哪一種風格 你說我七年前時間OK的 是… 我會看當下耶 她的臉看起來誠懇啊 沒有 我覺得她應該是微搞笑吧 這有一點搞笑啦 對啊 有一點鬥 比如說會比較激動 大家好 我是佑凱 佑凱… 喜歡再買 不喜歡不要亂買 氣標的人沒有性生活 就是大家會喜歡這種好玩的 這種方式 對 輕鬆愉快 對 我們今天是因為在錄影 所以我們可能標準比較高 但你想想看你是躺在家裡 手機滑著滑著 有人在講一些奇奇怪怪話 聽著…就買了 忍不住就是這樣子 那個也是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你頭腦 你嘴巴在講頭腦要動 下一動 我下面要接著做什麼 然後幫幫隨機應變又要什麼 遇到人家還好 他們現在都有很多小編 小幫手 還有一堆Sakura 今天各位就給你99 旁邊怎麼可能 假高潮的啦 要演戲… 如果那種氛圍是要到啦 一定要 有難忘的經驗嗎 比較難忘的經驗應該就是 我剛開始穿那個初級的時候 那時候球鞋有一雙好幾萬的嘛 但其實有滿多人想要買 高單的球鞋 那時候就遇過 有一個人跟我說他收到貨 可是打開包裹裡面沒有鞋 可是我們覺得不可能是 不可能沒有鞋 然後請他提供那個錄影吧 開箱都要錄影 現在基本上都會開箱錄影 那他也有提供影片 他打開的時候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出高單價的鞋款 一定會特別注意 我們就開始去調查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 打電話去給翟沛公司說 你們是不是把我包裹弄丟了 然後剛好查… 查到翟沛大哥 他剛好跟我們本身就很好了 他說你有一個客人傳簡訊 來給我們說 把佑凱買的那雙高單鞋子 說不見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那個大選生講 我就把他約來我們店裡 然後請律師一起約過來 然後他死都不承認 後來我們就把結訊拿出來給阿看說 我們翟沛大哥已經出來指認說 你有叫他跟他串通說鞋款不見 後來我覺得 因為他來的時候是很樸順那種大學生 我覺得他年紀還小 後來選擇給他一次機會 請他簽竊節書 就以後不要再出來做這種事情 對啊 你沒有逼他在你們這裡 消費滿十萬 我放過你 我放過你 不是 你給他一次機會 我給你一次機會 來 你再騙我一次 來… 來 腰子 來 當初是因為我朋友在看直播 其實我以前不划直播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在做業務 然後我朋友就是在看直播說 這個直播其實也滿好玩的 還是說你要來參與看看直播 然後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進去做 剛開始我在直播說 直播間才三個人耶 韓國朋友就是家務 我自己的小朋友就三個人 男生又更少 對 男生偏少 他們這種余波非常少 大概100個裡面有個8個吧 現在有越來越好 近一年來的 其他的男生比例已經上升到 有在40%了 OK 有越來越多啦 有越來越多 10分之一不多 然後那時候就是 他那時候就是會丟東西給我 可能丟一支 丟可能100塊的禮物 然後就會說不然你跳一支舞 我就因為這樣慢慢定形成 被虐型主播 自虐型主播敏副其實 位置任務硬著妥皮傷 對 因為他有冷眼偵測 一個臉突然衝出來 那天回去直接暴吐 直接發高燒 被撞到了 對 有類似的經驗 包含家可能很多人有 但是其實我怕膏 越怕他們越要我去的時候 禮物出來他就要吃飯 沒有準備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瘋狂 對 做直播其實身體真的 沒想到這樣啦 就是有感情 到現在有70 73耶 一年 自虐型主播 果然名不虛承 賺了多少其實沒有很重要 其實身體健康都比較重要 我已經賺起來了才是快快 對啊 丟東西給我 可能丟一支 丟可能100塊的禮物 然後就會說不然跳一支舞 我就因為這樣慢慢定型成 被虐型主播 就人家丟東西給我 所以人家會order事情給你做 但是你也靠這個就體驗了 很多…不可能體驗到的人生 體驗過很多人生 就是好比說像剛剛說的跳愛河 對 那愛河基本上應該不會有人去跳愛河 有啊 王世堅 然後還有說像 怎麼會一舉一個力就被人家打破 被打破了嗎 我說以直播來講 連水公報更不用講了吧 很多人去啊 王世堅是跳河一歌啊 一人一歌啊 我們這個不一樣就是直播界 就是我們這種直播中啦 直播界 真的ING再去做這件事情 搭車下台南這也是你的挑戰 對 因為我們是素人嘛 我們就是我們沒有名氣 我們要攔路人的車 基本上就會被打槍了 然後比如說我敲 我有成就是那時候去搭便車的時候 我有敲人家車窗 就是不好意思那個 可不可以搭一下你的便車 這邊被人家狗三字經 這邊被狗 對 因為我們是陌生人嘛 拿著手機人家覺得會有防範意識 對啊 然後還有像 我也會去鬼屋 去探險 其實我是很怕鬼啦 我越怕什麼他們就越要我做什麼 對…Eason也是這樣子 對 那時候去鬼屋 有一次去鬼屋就是 因為他有人臉偵測 基本上照空的地方 不會照到有人臉偵測的東西 跑出來 照到就一個臉突然衝出來 對 那天回去之間暴吐 之間發高燒 對 被撞到了 對 有類似的經驗 然後還有像我有跑過那個 類似超馬的 從瑞芳火車站 然後跑青瓜石 一路跑 跑上去再跑回雙溪 自己跑 自己車跟著然後就開始跑 萬里 金山 對…就是一路這樣跑上山 再跑下去 就是有很多瘋狂的挑戰 你說高昂談調可能很多人有 但是其實我怕高 就是我越怕他們越要我去做 他是正在直播的當下 有些人家棒禮物出來 他就要出門了 他就出了 所以他不是沒有準備的那種感覺 是…很瘋狂 對 就是那種 所以粉絲會很有操控慾 因為他可以讓妖子 現在馬上做什麼事 譬如說現在此刻 他的粉絲也在操控他 聽說他今天來是有任務的 他今天是有挑戰任務 必須要讓憲哥講出某句話 憲哥是 聽說你有主持過那種什麼 地理頻道 National Geographic 另外一個就是可能 就好比說有那個 有Discovery 再接近一點點 再標準一點點 Discovery 就要我講出Discovery是不是 叮咚… 不是…有那個叮咚… 所以你今天不是來錄影的 你今天是來挑戰憲哥的 這就是我們全場節目 就是為他的任務是嗎 這就是挑戰成功喔 他的生活的一個直播 就是我的生活 已經有點融入直播就是 你已經變成他們是你的好朋友 你會跟他們見面嗎 也是會 粉絲見面會的 我比較不會有距離感 我比較親民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距離感 就是他們可能想要幹嘛 我可能就那不然就走這樣 然後妳都這樣 妳還不親民利是怎麼樣 妳想要幹嘛 我想要… 妳想要從嘔吐錄影 不是 偶像錄影嘛 我正在努力中 我的題目也要問雨晴 當時怎麼踏進這個直播圈 我原本是做美… 就是美睫跟指甲的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就沒辦法工作 那一段時間 疫情改變了劇情 對… 對 然後我剛好有一個 就是直播的經紀人 然後認識我 他就跟我講 妳那個個性看起來 是大啦啦像男生 還滿適合當直播主的 然後他就… 就推薦我去那個前平台直播 結果我就想說試試看好了 我第一個月就賺了10萬塊 其實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十幾天而已 那心都飛了 對 我就覺得原來直播好像 還滿好賺的 對… 但是後面就是因為那個 他比較小平台 人比較少 然後就是比較競爭 後面有一次就是 我有拍一支影片就是 OL 然後騎摩托影片 我就放在那個TikTok上面 結果放一個晚上 就是 然後我的粉絲量就突然間 一夜之間到1萬8千多人 越來越多這樣 對…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再TikTok勃勃看好了這樣 有人要求要賠睡啊 對 就是在我前面 舒服嗎 舒服 沒有睡 心理啦 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喔 就是不舒服來分享這個心情 其實我到現在還很害怕 怎麼了… 因為他說就是 如果你不陪我的話 老子就要斷你的手腳 弄花你的狐狸臉這樣子 對 很恐怖 這種在直播的狀況下 沒有無法可管對不對 無法可管 它如果在你正在直播的狀況下 在下面留言是可以有法可以管的 還可以提出法律的追溯 當然它直播有功能是 可以把人家靜言跟瘋掉 因為像我就很常會遇到 我是酸民異稀體質 所以尤其是藝人直播的時候 特別容易遇到人家來挑戰 你連看起來就討厭 對 其實我也有濾鏡 還有美眼 我都有開 所以你跟那邊也是尖尖的這樣 我都開到80 尖尖的問題不是那張臉而已啦 真的嗎 怎麼辦 那問題就真的很大 可能酸民就一直罵嘛 但是一開始會 後面很多都趕話 甚至還會花錢 因為他們會知道說 直播是更生活化的 他們會更了解你 而跟電視上有差別啦 OK… 來 請寇老師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在看電視的朋友 像年輕朋友 他們現在這個畢業以後 第一次願想什麼 他想當KOL 對 想當網紅 網紅就會直播嘛 直播是變性最快的 你要不然就是YouTuber嘛 對 就這個很多家長都在猶豫 這個還沒賺錢 這裡很多成功的案例 好不好 人人都在做 到網路上是這樣 我說你能做 他能做 我也可以做 這件事情就不要做 否則你要第一個做 其實直播現在已經是 滿天的蒼蠅了 烏鴉鴉的一片 因為宅男女神 女神已經比宅男還多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賣貨 結果現在賣貨的 比買貨的還要多 狀況是這樣 到底要怎麼辦 我真心覺得憲哥 真的是內行人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其實明星圈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直播是怎麼回事 但是因為憲哥已經跨界 到直播帶貨界了 然後他講的全都是 血淋淋的真話 簡單來說 大家現在都想做網紅 慢了 大家都想做直播 有點慢了 但還不是慢到底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的 整個直播市場 大概在1.0到1.5 你說像大陸已經到5.0了 全民直播 爺爺奶奶都在播了 到那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不是被播就是在播 只有這兩種選擇 我覺得現在進場還來得及 但是要很拚 因為我們這些人 都已經拿到結果了 我覺得做直播真的會賺到錢 可是你不要以為它是輕鬆錢 我覺得它是體力活 它不是技術活而已 你除了會講話 其實拚的是你的體能跟健康 就像我說我那時候 是整個嗓子是啞了兩年 身帶腫到好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覺得直播是一個苦力活 而且是要定時定量不斷播的一個活 心中要有基本的一個概念 大跟妳不好看 我是看好直播的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直播是歡迎你們加入 但是不要讓它當你一輩子的 唯一的工作 它可以在短時間累積很快的財富 但是它絕對不會是你 這一輩子唯一的道路 現在加入直播是 它可以非常有 尤其是喜歡 表演的朋友們 它可以很有效的 幫你訓練你的口條反應 或是表演能力 但是希望你們在直播 短暫的賺到這麼大的金額之下 你要好好的利用這些錢 做好你們的人生規劃 但是還是很歡迎大家加入 直播的行業 不要通通去想到好的部分 對啦 你覺得 是不是 那個…我們的甄寧 這個直播產業 是不是有在往下墜的狀況 其實有耶 直播主真的越來越多了 然後我現在還好就是我 然後賣的產品也會有一樣 對… 對不對 妳賣隔壁人家 也在賣 同樣的競爭很大 就還好我起步的早 就是品牌已經建立起來 現在就變成說我一個禮拜 就是播一天讓觀眾還記得我 這樣就夠了 這個大餅就讓其他人去分沒關係 我們少賺一點 情緒內衣 它那個妳會不會 質料什麼都不好 妳自己有在守著嗎 會不會一碰就撕破了 我都一定會穿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OK我才… 對… 好撕 重點不是要不能撕是要好撕 其實我覺得直播的觀眾沒有不見 他只換了別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去看 就跟電視的觀眾也沒有不見 在我加入直播之後 他們都在這裡 只是觀看影片跟節目的形態轉變了 以現在的趨勢講 直播它算到很飽滿嗎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這種時機一定要踏得 比別人再更早一步 不然像大家都坐起來 然後大家才要去坐 已經太慢了 一定要把握當下的時機 我經常在講 因為我前兩天剛跟佑凱一起賣 我們公司新產品 天枝膠質 那可以賣得很厲害 但是我們都 我們心裡面都要想一件事情 好不好 這我給大家的小叮嚀 對 我們今天要說 好好的產品才是王道 對 是真的 是的 沒有 再也沒有別的了 是 反譜歸真 我們回到最原始點 是 人家現在看到憲哥出的產品 以前說藝人怎麼可能有人 可以研發做那麼多產品 現在慢慢就接受 憲哥的 一定厲害 八年前 八年前 各位 我出了一款行李箱 八年後的現在竟然 如果你有全新品的話 賬價賺快一倍 人家喊出來說2萬我要買 告訴他這裡有一組全新的 他說有沒有兩組 4萬塊 立刻買走 怎麼那麼好 所以好的商品很重要嘛 好的商品是真的滿重要的 而且你賣到一次爛的產品之後 之後你的本事 性能感就不見了 像我跟 你有被抓 你講我 你講我 像我跟憲哥直播那一天完之後 因為那一天剛好是下午 然後很多人沒辦法跟到 晚上就很多人說 可不可以再加開憲哥的 最新的 就像憲哥說 因為現在競爭很激烈 越來越多人在直播 越來越多人帶貨 所以最後比的是什麼 對 信任度就是產品要好 對 你就是這麼多人在播 為什麼就買你家的 因為他信任你 別忘了 我們的所有信任只能被使用一次 對 掛掉你就沒了 來 腰子 是 你這是表演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抖內越來 金額越來越少了 這個東西有時候不是一定 就是它有時候死好死壞 但是近期的我可能 因為身體…其實做直播 其實身體真的 不敢這樣 內耗超重 我從最剛才做直播的時候 92公斤 到現在我70…73耶 一年 一年的時間 你本來是胖一點的 我原本很胖… 我臉原本是圓的 就是一路這樣瘦下來 其實身體 這也是一個好處啊 對啊 是好處 但是你心靈層面跟健康程度上 負荷量其實會超過 自虐型主播 果然不是名不虛傳 對 主播其實都滿辛苦的 這是拿生命在拚自虐 主播的左手就是一個阿咪老師 就是大家看不見的 左手 左手一邊自己彈琴 全部都是音效 音效 我的左手 笑聲 掌聲 音效 然後打頭的這樣 啪 喂… 你看我好像很正常 但我的左手是這樣 是喔 你的直播鏡會非常的滿 他的一定也是 就是他後面偷懶用電腦去做 但是你後面的左手 每一個主播 其實左手都有這個技能 主播是一個內耗 內耗很重的工作啦 真的 所以對於我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你說賺得多少 其實沒有很重要 其實是真的勝利健康中 比較重要 我已經賺起來才講這種話 對啊 剛開始還說健康第二咧 對啊 不是剛開始這樣嗎 沒有啦 賺得再多 其實要有時間去享受嘛 對啊 語晴怎麼辦 要不要斜槓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直播第一 對啊 要斜槓啊 你不能當直播主 萬一現在賺點是不是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不好騙 起起伏伏的 沒有啦 沒有 就是起起伏伏的 有時候可能就是真的會突然間 這個也真的賺很多 然後瞬間可能就減半 或者說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那個心態要調整 我覺得有自己的風格比較重要 妳會排除跟妳的粉絲有情感嗎 如果說 對…如果說真的覺得可以的話 當然也不排… 沒有 就是覺得還不錯可以 當然是不排除 但是我覺得這個要看緣分 對啊 我覺得像昨天 他們知道我要來憲哥這邊 對 然後他們說我為了慶祝妳 然後把我所有的 就是禮物盒裡面所有的全部點亮 真的 一次全部點亮 對啊 對啊 大概可能我昨天晚上 怎麼聽得好像妳要嫁給我一樣 對…送嫁妝給妳 他們都還滿挺我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很感動的地方 只是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了解… 這個行當還是辛苦很多 當然 但只是他們沒有講 那寇乃馨老師她現在 還開了這個直播的節目 還可以教人家 妳帶學員 我現在開了直播的節目 然後我有帶教課 所以我現在有非常多的這個學生 是未來就是想做網紅跟直播 其實我覺得 我要說各位我們的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都很優秀 也就是說有大批的這個新生代 要殺進來這個市場 但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未來 其實我們還是很喜歡憲哥 很喜歡Sandy 然後很喜歡各位 可是除了可以在節目電視台看 你也可以在直播上同步看 對… 它就會變得力量更大 影響力更大 各個行當都有在激烈的一個改變 憲哥是比較頭腦轉得比較快 在20年前 我已經變成是一個產品的供應商 我熱愛的是什麼 做出好的產品 優秀的產品 奉獻世人 沒有世界第一 我就把它直接丟掉 這是我的大原則 是… 好不好 你們不用用那種崇拜的眼神 沒有 就是一個一般… 真的 直播主 直播主都需要堅持膠質 甄寧不要再換腳了 不要再換 不要再換… 不要再換了 人家才沒有在怕咧 多性感啊 可以了… 我差一點站不起來 好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好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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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